有一天老弟心血来潮池朋友家做客 跟朋友聊得正起筋的时候 突然停电了 屋里一片漆黑 老弟突然意识到什么 发疯似的跑了出去 请开始提问 并推理出完整故事线 请问那个老弟是不是怕黑 不是 老弟是不是有病 不是 他的朋友是不是半鬼吓他啊 不是 停电之后朋友是不是变成了小黑 爹老弟起了杀心 和我批事啊 停电是不是意外呢 是 老弟去朋友家睡在晚上吗 是 请问老弟是不是经常去朋友家做客 不重要 老弟突然跑出去是不是想吃满鱼饭啊 不是 只有你才会为满鱼饭跑出去吧 所以老弟跑出去跟朋友是不是有关系 是 朋友是不是有什么精神问题 不是 那是身体有什么支线吗 是 难道是忙人 是 鲜血来潮去朋友家做客 而去的时间又是晚上 可我不懂的是 他为什么要落花而逃呢 诶 等一下 盲人 难道说 原来如此 我终于知道哪里不对劲了 我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的真相了 首先 老弟在朋友家聊天时停电了 屋里一片漆黑 说明之前灯一直是亮的 对于正常人来说 晚上开灯是合理现象 对啊 那盲人开灯怎么不正常呢 笨蛋 盲人根本看不见为什么需要开灯呢 诶 说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更何况老弟是心血来潮去的 因此这个灯不可能是为老弟开的 也就是说 这个朋友 根本不是真的盲人 所以当老弟意识到这一切 自然就吓得 落花而逃了 全部可以